女人怀孕不久就赶上了疫情爆发 就在她马上要生产时 两个亡命徒闯进了她的家中 先是一枪把子将她的杖子抹云 接着抓住她的脚踝将她拖走 看见她手上戴着金戒指男人起了贪命 张开大臭嘴直接撸了下去 见到这一幕下的玛丽亚紧闭了双眼 本以为男人拿到戒指后就会离开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当看见她完美的身材后男人两眼放光 心想这要是直接走了没准会遗憾终生 思索在三后从背包里抽出一把刀 掀开衣服后在她的肚皮上不停地滑啦啦 并警告玛丽亚不要乱动否则她会受伤 就在玛丽亚疑获时 男人熟练的一刀挑开了她的搂子 抽打皮肤的声音吓了玛丽亚一遍 接着在搂子上面涂上了不明药水 还没等玛丽亚缓过神 竟然直接捂住她的口袋 没几秒钟的时间她就当场晕死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男人欣喜万分 就在她想更进一步时 却被人从背后捅上了脖子 转头看去竟然是里昂的女儿宝丽亚 男人到死也没有想到 这个家里竟然还有第三个人 另一名匪徒对此毫不知情 悄悄地走进了尼克的家里 打算再偷点影子 殊不知楼上的围棋正端着枪对着大门 没走多远围棋就朝着她的脑袋开了一枪 一枪没打中 却吸引了车上的另一名匪徒 刚下车准备去支援同伴 就已经被当场打死了 此时的米夏开始担心起 宝丽亚的安危 还没等安牙缓过神 端起枪就朝着宝丽亚的家里冲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紧固被扎伤的男人非但没有死 勒住玛丽亚的脖子 准备送她去见佛祖 情急之下 玛丽亚抬起双脚朝着玻璃上一灯 巨大的惯性迫使男人一个没站起 直接摔倒 见到眼前的一幕 宝丽亚惊恐万分 这时米夏端着枪急匆匆赶来 虽然没有帮上什么忙 但宝丽亚的眼里充满了感激 其实米夏是一个自闭症患者 明明喜欢宝丽亚 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 起初宝丽亚时常玩弄米夏对她的感情 伸出大臭脚朝着她的大腿 比比光滑 弄得米夏浑身不自在 但又不敢说出来 只好偷偷离开 经历过这件事情后 宝丽亚才清楚地知道米夏是真的爱她 眼看着两名同伴惨死在当场 最后一名匪徒举起双手 颤颤巍巍地走进围棋的院子 请求维棋能让她将同伴的尸体带走 眼看着已经没有了威胁维棋也没有阻碌 事情之后 安雅急匆匆地赶到了里昂的家中 检查米夏也没有受伤 刚醒过来的里昂看到眼前的一目无比震惊 不禁开始后悔 自己就不该将这几个人放进来 维棋表示他们必须尽快离开准 要不了多久这帮亡命徒没准就会回来寻找 可此时的尼克刚到达莫斯科 没想到刚一下车司机就变了脸 拿了钱就想走人 尼克苦苦哀求等他15分钟 找到妻子和儿子就会立马访 可司机的表情就是在告诉尼克 等你可以带给家钱 尼克健壮只好多给了他一张 没想到这个司机成人之威 一把抢过了他钱包里所有的钱 才勉强同意等他10分钟 尼克健壮也无可奈何 转身就朝着前妻的住所跑去 丝毫没有注意到一群饿疯了的民众 朝着冷藏车走来 见到尼克后伊拉欣喜万分 但他也非常的谨慎 透过猫眼确定尼克的眼球没有发红后 才放心地叫他进来 当他们返回是惊恐地发现 冷藏车上的食物散落一地 显然是被刚刚那群饿慌了的民众洗劫一空 贪心的司机也惨死在了当场 情急之下尼克只好自己驾车准备逃离莫斯科 可他要怎么通过关卡呢